大家好,这里我关于FlyMotion控制卡的一个使用,关于输入口的一个连接的问题 我们那个雕刻机经常用到的就是像类似于这样的一种 我们叫接近开关 它实际上是对金属比较敏感的一个非接触式的开关 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光电开关之类的 比如说蓝短式的那个光电开关 我们一般情况下拿到这个接近开关 它有三根线大家看一下啊 一般是棕色一根线 棕色蓝色黑色三根线 那我们那个像接在FlyMotion控制卡上的话 首先黑线它是一根输出线 不是地线啊 经常有人会看错 有时候我也会翻这样的冲 这里 那个FlyMotion控制卡的 在输入口最左边最右边 它都有一个GND就是输出信号地线 首先我们是要把那个地线接上 也就是蓝线接地 这样大家看得到吗 实验它的原理就是说给接近开关供电 供完电之后 它的输出口接蓝短型的控制卡的输入口就行了 现在我这里有一个黑线是输出口啊 是接近开关的输出口 我就把它接在IN1上面 这样 我接算去 另外这个接近开关 它有一个24伏电源的 需要给它充电的 这里呢 我这里是一个24伏电源 在这边啊 在信号外 在这里 这里是一个开关电源 我这里接了一个电源的证 实际上我这里电源线有24伏的正负是接到了控制卡的电源的 有一个power阵power负 这两个线上面去 因为这个控制卡是需要9到30伏供电就行了 不一定说一定是24伏 它这个电压还是比较宽 现在我把这个接近开关的24伏公传电 也就是这个中色线 接上接到那个我们的开关电源 那是不上不去 我这里临时拎一下 大家接线的时候 根据线的长度自己布置一下 现在这个接近开关我们看一下 它是不亮的 那我们用一个那个金属的接近它的时候 它都会亮对不对 这基本上这个判断这个开关是已经正常了 那我们现在在分类模式控制卡上如何去看 这个接近开关的信号有没有进来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电脑上啊 这个小电脑我出去看一下 这个软件的右下角有一个图标 Fly Emotion USB Card 这个有一个图标 双击一下 它就会打开 这里我们看到那个控制卡连接的时候 这个时间是在变动的 现在我们看一下输入口 Input 这个就会有一个状态的显示 我这里再把接近开关 这里接近开关碰一下 大家看一下啊 你看是不是RN1的那个电瓶 它有翻转变化 大家看到了 这样判断了就是说 我们目前这个接近开关是接在RN1上面的 而且它的是可以工作的 是正常的 实际上大家都可以以这种方式吧 所有的开关都检查一遍 特别是在配置之前 有的人的接线可能没注意 可能接的口线你自己都忘了 不知道是哪一个口线 这样情况下你先要找到那个开关 比如说这个 这个开关是X轴的线位开关 你要找到这个开关 它是在接在到底是在哪一个口线上 比如说RN1 它是做X轴的线位开关的话 我们在配置软件的时候 这个当口正角打开之后呢 这个输入口 我们这里就可以进行配置了 我这里默认情况下这个软件有一个配置 就是说RX轴正方向是 那个RN7 作为X轴的线位 还有另外又是一号口 它作为原点 同时又作为线位 所以这里副方向 我们填了一个1 作为线位用 这里我们一段 我们现在现在都改成1啊 就是说假设X轴只有一个开关信号 都改成1之后 我们按复位 这种情况下 我们在碰这个线位开关的时候 你看一下啊 碰 它马上就会挤停控制卡 而且只是USB控制器 受到一个线位报警 那这样 这个就是如何解除呢 或者说如何在那个其他的页面上监控呢 我们可以进整段页面 进去看一下 是哪一个轴的线位开关 它发出去信号 你看这里 M1 正M1- 实际就是运动轴的第一个轴 正负和返回都亮了 实际就是我把那个 一号角配置成的 二个轴的线位 正负线位 负线位和远点 所以这三个灯都会亮 对不对 好 我们那个复位一下 复位 所以我们现在是离开了 就是在碰的时候 它还会再挤停 你在这种情况下 再去按一复位的话 它是可以 因为这个有时候你的办法 远点开关做线位的时候 你复位里不解除线位的话 它不解除挤停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退出到线位范围 所以我这里就是说 即使线位了 你按一下复位 它是可以进行 那个复位正常 等待控制的 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在这个 那个点动 你的那个 X轴 把那个线位开关 就把X轴的运动方向 往远离线位开关的方向移动 来脱离线位 这个一旦脱离之后 它那个灯就会灭掉 如果第二次 再撞到那个线位开关的话 它还是还会再挤停 所以在挤停 就是在线位压住的时候 你按复位 它是可以自动 自动解除的 就可以 可以让你进行一个 正常的点动操作 这样讲解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 输入口是怎么一回事 另外就是说 那个配置这一块 输入口的配置 都在设置 端和正角 这个页面 输入口配置 这里面的 X加加 X减减 也就是X轴的正向线位 负向线位 Xhome home就是原点 你要是说不用 那个线位开关的话 你不 你 机上没有 你原点在中间 那这种情况下 你就不要把那个线位 给它使能量 这里 这里地方的 Enable 实际就是使能温的意思 你把它打擦之后 这个线位就不起作用了 我在这里再 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了 现在我复位 在这里 我那个开关没有变的 我还在拿手上 我在不管怎么碰 它是原点信号 原点 它是不会触发线位的 所以这里地方 它原点是亮的 但线位是不会亮的 因为刚才把使能关掉了 所以它不会亮 另外再看一下啊 输入口 这下面就是 以此类推了 Y加 Y减 减 Yhome 这也就是Y轴的 Z轴的 A轴 B轴 C轴 各个轴的 实际上你没用的话 你就打擦 不要把它激活 要用到的话 就把它打勾 第一列的 打勾 这个地方有个对刀 对刀默认 情况下控制卡 是10号口 所以这里填的是10 我们拿到那个控制卡 和软件 没有进行任何改 改动的情况下 这些配置是现成的 也就跟适应上 保持是一致的 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直接用 这里还有一个 集停按钮 这里的集停呢 我这个配置的是 低低密有效 所以那就是一个 仓开开关来接的 有的常见的 集停开关 一般是长臂啊 长臂的情况下 这里可能就要把这个 勾改成打叉 我们这里没有接 所以还是要打成勾 这样才能够解除 集停按钮 集停按钮 一旦按一下的话 它那个复位是没办法恢复的 必须得解除 另外就是 配置的几个输入口 能够调用 OEM代码的 这里 OEM去一个 锦123 这里做了一个 开始停止 还有一个集停的 一个恢复 我们这里 哦 这个是线 线位的 原点线位的配置 就这里有一个 系统的快捷键 系统快捷键 就是 有一个配置 OEM代码 就是刚才的 OEMTRIG 锦123 它的功能 是什么 实际就是这个 OEM代码实现的 OEM代码有一个 专门的 中文的说明书 上面 列举了一下 各个OEM代码 是什么功能 这里已经填好了 固定的就是 一个是 开始 一个是停止 一个是 集停恢复 我们可以不用管 这软件默认安装的时候 已经处理好了 基本上 这就是 输入口的一些问题 输入口 我们经常用到的 也就是最小 对刀 集停 还有一个 我们所说的 开始停止 这个按钮的设置 就是 1415 在适应上 已经固定下来的 其他的 还有 输入口 还可以作为 那个点动的 X轴的 正方向 副方向 这个都可以 自己定义的 我这里就 不再 接着下面 去讨论了 关于输入口的 内容 简单的 就是这样 介绍到这里 如果大家要 更深入的了解 我觉得应该 更多的是 自己动手 去尝试去理解 还不是说 哪里有一本 万能的书 能够把你 讲得很清楚 那是不太现实 很多功能 March3 它也是 那些中文说明 都是一个 简单介绍 很多功能是需要 根据你的 个人的经验 去理解 去学习 才能够完全理解 这里就演示到这里 关于输入口的一个问题 应该大家通过我现在的演示 应该都完全可以理解了吧 我们经常会在调试过程中用转大 或者是用这个地方的一个监控 来看IO口的状态 大家学会了这些吗 谢谢大家的关注 谢谢大家的关注 谢谢大家的关注